各位好,請起立 走勒 請坐 各位台灣民進府 動心,大家好 大家早 各位大概最近才參加初級班 這個是高級班 因為我很早很久沒有在初級班上過課 所以我先介紹,可能大家不認識我 我姓紀,名字叫橫 就是橫村的橫 那個昭呢 以前有人講說是王昭君的昭 但是我記得 我父親大概是 不是用王昭君的昭 來命我的名字 應該是用昭和的昭 我是昭和16年出生的 所以 出生的時候就是日本人 不過 現在日本話都不會講 謝謝 是的 昨天 你們 聽我們一個 副主席在報告台灣體育的事情 大概也聽到 同一個姓的一個名字 記證 但是我跟他沒有親屬關係 我不認識 可能也是接別人的姓 他出生的姓可能也不是記 不過談到運動 今天早上 我也要跟大家來一起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不是要跑到外面那個操場 脫鞋子 捲這個 褲腳管 我想跟大家運動的是什麼 就是運動我們 腦子裡面那些小朋友 大家運動一下 課程的名字我給他定做法理討論 我相信大家經過初級班 搞幾班 特別是剛剛也聽了 那個 綜藝長 談到這些法理的事 事務 所以今天大家都要節約了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來討論一下 到底各位所接受到的 法理的認識 已經達到什麼程度 所以今天不是我要講課 而是要請你們來講課 我要當聽眾來請各位講課 好 那開始的時候 我還是 由我來做開場白 那個蔡先生 你去打個棒 我現在放一個那個 我們一個網站的 一個影片 讓大家回憶一下 好 好 資深主任韋德寧 在白宮簡報會 回答記者的新聞稿 針對以台灣名義 加入聯合國公投 第一次公開表示 聯合國的會員 必須是國家的身份 台灣或中華民國 目前都不是一個國家 而中華民國 中國人仍然是未定的議題 與入聯公投更是會升高 台海的緊張情勢 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把台灣 或擁有正式國號的中華民國 都定位為非國家 我覺得他這個 不是因為他這個 去與你台下的 沒有怎樣 管理澳洲 剛剛那個畫面 大家可以自己 在那個電腦裡面 可以找出來 我們有兩個 至少有兩個網站 一個是官網 另外一个是自由台湾那个网站 这个片子就在自由台湾 那个网站里面可以找出来 这个新闻报导是2007年 那时候阿伯在画要公投的时候 所以美国第一次跳出来 正式的说台湾跟中华民国 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2007年 我们要至少2007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要开始动脑筋 台湾为什么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也不是 阿伯要叫公投 老美为什么制止我们 不能公投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不仅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那我们台湾是什么东西 连民进党也应该也要问 可是民进党到今天 还在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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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说 我们要跟妈妈实在是 不知道要骂什么才对 骗老百姓可以这样子骗法吗 他们要推我们做事 结果这样子骗法 美国就跟你说了 你没要接受 继续一直骗 这个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受训 在这里听法理的课程 目的在什么地方 就是要了解 我们台湾是什么东西 课程里面上到这个程度 我相信大家都很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现在开始 要请教各位 因为我们要谈到华理的东西 民事长也常常提到 我们要遵守国际公法 我们要遵照战争法 那请问各位 国际法是什么东西 战争法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是只是听而已 现在请各位也要训练自己 将来出去的时候 要跟人家交谈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套法理 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复习一下 开始的时候 我先来给各位解释 好来 我们先了解国际法 跟战争法 下面有这个国际法 行公 什么是法律 有没有人念法律 还是跟法律有关系的 没有 其实法律很简单 那还要进一步 你就要回到原始 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法律 人与人之间 这个是最基本的 现在再进一步 自然人跟自然人的关系 或者是自然人跟法人的关系 法人跟法人的关系 对吗 甚至在进一步解释 也可以说 老百姓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就是行政单位 跟百姓的关系 这种规范的东西 都是法律 现在法律知道了 那什么是国际法 应该大家都可以了解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物 就是国际法 但是国际法跟国内法 不一样的地方 国内法有一个立法机关 它会创造一些法令 然后有一条一条的法条 可是国际上没有一个 全世界都应用的一个立法机关 所以要如何去定那个国际法 所以这个问题来了 结果 大家都知道 在荷兰的海牙 那里有一个国际法庭 那个国际法庭 里面也有好多法官 所以国际法庭的章程里面 第38条 就有规定 所以你们这些法官 要判国际法案的时候 你们可以根据什么 来判决 那个就是国际法 那里面有什么 所以大家回去 在那个网站 都可以查到这些资料 我现在介绍 是让你们知道 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证据 我们在这里讲 都是有凭有据的东西 不是自己在乱吹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吹 我不是念法律的 吹不出来 还是要自己先去找一些资料 现在 国际法庭的这个规定 什么是国际法 国际法就是 现在法官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 就是国际法一部分 然后还有国际惯例 国际上习惯的那些 所谓的风俗习俗 这就是因为国际法的换回 再来就是 一般的法律原则 说到一般的法律原则 是什么 条约必须要遵守 这个就是法律原则 特殊法 特别法 比普通法要优先 后法比前法要优先 这也是一种的法律上习 还有其他一些 法律的逻辑 这些东西 大家了解了 请大家也吸收一下 因为我们要说到台湾国际地位 的法律论书 我们都要用到这里 所以这对我们很重要 对了这个 一般 其他这个法律逻辑之外 还有两项 国际的判例 或是什么国际法学专家 意见和主张 这些东西是附带的 你如果找不到有条约 找不到有惯例 法律上的这个逻辑 也很难解释的时候 碰到一个新的问题 这样可能会用 这个专家的意见 来做办法 但是这种情形 很少的很少的 现在已经 世界已经进步了 全世界也有很多 这个条约和判例 所以大部分都会用 既有的东西来做判决 对了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就不算了 后面的 这些宣章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前期 英美卦说 宏益在战后 第二次世界战后 不能在出卖殖民地 或这些利益 所以想要开罗新闻稿 或者是亚尔达密约 郭兹兰宣言 违反大西洋宣章 这种精神 我们可以去主张 那本来就已经失效了 因为从时间上来看 那些是比旧金山合约还要早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法律的逻辑 以前讲的话 现在讲新的东西 做一个新的决定 那当然以前讲的 那个就不算了 这个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吧 因为秘书长也说 这一些国家 定这个开罗宣言 还是波斯坦宣言 在所谓的战胜国 他们并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 来处理台湾 私下搜索 我记得秘书长不是讲 所以我们这个找几个人 他说我租的房子 大家来投票 说这个房子是我的 可以吗 不可以 你房东你没有问 对吧 所以他们还没有问这个日本天皇 怎么可以随便处理台湾 对吧 所以这个法律逻辑就是在这里 战争法是什么东西 战争法不是说教你怎么样打仗 不是这个意思 战争法 这个在欧美也解释说 这个是人道的法令 为什么叫做人道法令 战争法规范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原则上到现在 世界上的这个观念 就是避免战争 禁止战争 国与国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绝对避免用武力来解决 这也是联合国宪章一个重要的 好像是第二条就这样规定 但是有些事情 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 还是会发生武力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什么条件 可以开战 战争法里面有规范 我们现在如果要谈到那些 可能太远了 不过举个例 阿富汗还是伊拉克 发生建筑 是什么 因为被发现有问题发生 所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才决议说准许联合国的代表军队 去攻打那些所谓的坏人 这个是战争法里面的规范 但是战争法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他是在规范说 一旦战争发生了 你什么武器不能使用 什么化学武器 生物炸弹 这些比较 对人类杀伤很大的武器 禁止使用 除了这个之外 一旦战争发生了 那一定有伤亡有问题出现 这一些问题怎么样来处理 记者就是有一个人 占领的时候 如果有领土被占领 这个占领的时期 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所以这个战争法 对我们来说因为很重要 这个战争法里面就是包括 1907年海亚公约 1949年的日年亚公约 红十字会总章程 红十字会大家知道吗 当时发生战争的时候 红十字会就跑去那里 去救人 去帮助 那里有特殊的战争法里面的 给他们一个权利 可以去这样做 或者是给他们一个许可 另外就是 我们要借用 美国的陆军战场手册 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因为美国的东西跟我们 比较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以外中这部分 考虑在我们思考里面 这样大家有了解吗 那是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没有错 红十字会的那个东西 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国际上根据日年亚公约的承认 就是说 如果有车辆 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的 这个绝对不能攻打 或者是 有这个绑带的 那你在战场上 他在替受伤的官兵 这个服务帮忙 这种人 你就不能打他 但是这种人 也规定 他们不准用武力反击 原则上 他们也没有带武器 这就是红十字会的重要性 就这就说了 海亚公约讲起来 其实是最原始的东西 因为海亚公约当时所规范的 有一点笼统 这间接日年亚公约 把它强化 深化 比较详细的规定 日年亚公约 他除了说战焕 应该怎么处理 那是 等于说什么 战争的时候 那个是军队 但是老百姓呢 就是 不是武装的人员 你要怎么样来尊重他们 要保护他们 你不能打他们 老百姓不是军人 所以战争的时候 你不能随便地打老百姓 除了这个之外 新的发展出来的东西 在日年亚公约 订得很清楚 就是什么 文化的古迹 文化的建筑 你不能破坏 所以阿富汗就是因便 阿凯特 去找阿富汗的浮雕 阿富汗有没有 在山的那根浮雕 几千年来的浮雕 他走大袍去打牌 这个是违反国际法 所以这个是联合国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联合国决定说要攻打他们 对啊 对啊 这也是一个 所以你看看 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当然受到很大的攻击 但是有一些皇宫 他们的皇宫没有被封炸 如果有出国去澳洲的时候 澳洲有很多教堂 那教堂美国也没有封炸 像我住在德国 那个我住城市的旁边 柯隆大教堂 大家可以告诉你们 我去看看嘛 还是不听 那个一个大教堂 改了六百年才完成 还是十三世纪的时候开始改的 对吧 到十九世纪才完成 那些东西你如果把它弄下去 这些就弄成了 对吧 所以像这种人类的文化古迹 这个战争法里面也规定 你不能动 你如果破坏这些东西 你就是将来是战犯 所以现在他已经 全世界已经有开始成立这个 所以国际刑法庭 就是在抓一些战犯 现在主要的是 那时候南斯拉夫的内战 有一些灭族的那种将军 现在受处罚 跟非洲有一些独裁的 以前的政府领袖 会被抓去 所以因为判断说 他这个是违反人性的 无人道的这种行为 所以受到国际战争法的处罚 现在这两行 国际法是什么东西 战争法是什么东西 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各位有兴趣 要深入的了解 没有问题 网站里面资料很多 大家可以再继续深入 现在我们有了了解的基础知识之后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秘书长提到的法理论述 他因为研究国际法跟战争法之后 发现要解答台湾国际地位 应该依据哪三项 法理准则 大家还记得吗 不是很正确 我再帮大家一次忙 这三项 领土主权的移转 转移 应有国际条约的依据 对吧 这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国际法 国际法里面就包括国际条约 所以你要改变一个领土的主权 你应该有国际条约的根据 不然的话 你这种是不合国际法的规定 第二个 占领不宜移转主权 我们定人也听到 所以我跟大家重复一下 让大家把这三样东西 深深地记在脑子里面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就是这三个东西 说起来很简单 公报不得贵的钱 但是会去找到这三个东西 实在是很不简单 大家想想看 以前你记得 那时候李登辉第一次民权 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对吧 那时候毗民兵跟社长廷出来 跟他竞争了 毗民兵是第一个 等于说是台湾思想先行者 但是他那时候也不知道 他是国际法的专家 他也是法律专家 可是他没有了解到这 台读的更不用说 他们也没有发现这三个东西 我把这三样东西当作解释说 是三把钥匙 是我们要开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 三把钥匙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用这三把钥匙来解决台湾国际地位 现在就要请各位动动脑筋 第一个问题 哪个国际条约 第一次改变了台湾领土主权之归属 马观条约没有错 绝对对 但是 我们还要知道 是哪一条 马观条约的哪一条 没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不知道 对吗 对啊 对没有错 所以今天复习让大家有这个机会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要去怎么样找资料 补充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你知道 马观条约还是下观条约的 第二条 第二条 B跟C 对吗 A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漏掉那一条 2A是什么 2A规定什么 除了台湾跟澎湖之外 满清在下观条约 还割让哪一块领土给日本 像这样 对 对 对 辽动半岛 对 为什么呢 什么时候交歌的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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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交歌 为什么没有交歌 为什么没有交歌 我们不能用这种 黄跟黄的 我们要跟说 不可以说用黄跟黄 白纸沙黑 白纸写黑字的东西 拿出来做证据 为什么没有交割 大家 没有错 不是主权不属他们 有三个国家出来抗议 对吧 法国 德国 还有俄国 三个国家 为什么他们会抗议呢 不是 这个是表面上的一个理由 其实大家会记得 秘书长有说了 很多次 因为辽东半岛又名 奉天 那个地方好像奉天 奉天是满洲 满洲人的发源地 就是满洲国的发源地 那是什么 满洲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不可以抗议 所以日本虽然有带到 但是买了 就要是海中国 就是说海万千 大家知道 OK 所以 现在 请教各位 旧金山合约 对台盆领土的主权 作何处理 对是对 但是不正确 应该 再详细一点 怎么处理 那不应该 也是又第二条 那位秘书长不是 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告诉各位 他说 日本放弃三样东西 特别也拿 意大利的合约来做比较 意大利合约只放弃两个东西 对吧 对 那就是 日本放弃了吗 日本放弃而已 还有其他的处理吗 没有 没有 你说 玄空 还是说 玄调起来 秘书长常说 suspense 就是说 天皇的管理 在第一条里面 夹空 旧金山合约里面 踏一条 就说 日本天皇是 日本人的 象征而已 他没有实权 所以被架空 就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了解 旧金山合约 对台湾的处理 原则上是这样子 在旧金山合约 都可以找到 大家如果要 一字一字的对照 找网页 马上可以找到 大家会记得 再来 日华合约 也称呼台北合约 是否把台盆领土主权 交给中华民共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在哪里写的 第十条很勉强 按照我的看法 第十条是说 中华民国的国籍 包括 视为 包括 所有在台湾的那些居民 那这样 还不能说 没有把主权 交给中华民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还会让人家怀疑 这条就是 马英九 骗我们 所利用的 这一条 其实这一条不对 老师 我看过地质条 原文版 台湾 这个地方 它被强迫 视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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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 这个不是说 我们被 被交给他 因为 马英九 就是利用这一条 所以我们已经被 变成中华民国的 国籍 所以主权已经交给中华民国 错误 对吧 这个时间上的问题 蔡先生你可以把 日华合约 开始的第二条 找出来吗 有没有办法 OK 一些词约意警 我先解释 这个又是第二条 里面也有规定 写得很清楚 第二条 就是什么 这两个签约的 这个双方 多承认 多承认 日本 已经在 旧金山合约的 第二条 放弃 台湾跟澎湖 所以就是说 签约的两方 日本跟 中华民国 政府 签这个会儿 已经在第二条 里面 承认 日本已经在 旧金山合约 放弃 台湾跟澎湖 对啊 领土主权 对啊 他现在是 那个条文是这样说 这个当然就要回溯到 旧金山合约第二条 怎么样规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Renunces Right Title and Claim 2 对吧 但是 我到底从日期写上 这个日华合约 是1952年 4月8号签的 4月28 8月5号 生效 旧金山合约 是当时生效 不是 同样那天 就是1952年 4月28号生效 是1951年 9月8号签的 对吧 所以旧金山合约 是不是 在这个会儿 旧金山合约 已经生效 接线 日华合约 所以 在这个日华合约 的时候 就承认说 日本已经在旧金山合约 放弃了 台湾 跟澎湖 所以 又回到我们那个 法律的逻辑 日本已经昨天放弃了 台湾 澎湖 今天他还可以把台湾 澎湖交给 另外一个人吗 不行嘛 对吧 所以 法律逻辑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 解释这些条约 要了解这些条约的内容 就要这样去了解 这么没用评论 对啊 因为已经放弃的问题 跟那不一样 你如果说在规定 同一样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是你已经丢掉的东西 你还可以给别人吗 你钱用了 你说有可能说 你再用两次 不可能 对吧 OK 等一下 刚才后面那位 那位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旧金山和约就是 签下去 因为旧金山和约 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没有参加 所以美国才会叫日本 说你再跟中华民国 再签一下 等于稍微的安稳 那时候的蒋介石 也可以这样说 大家如果查网络资料 也可以发现一个消息 就是什么 那时候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他说他的公超 他的公超 签这个会议之后 他就要点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要报告 当然那时候 他也有一些立法委员 敢问 台湾澎湖 是不是已经交给我们了 他也说 其实没有 但是他怎么解释 大家去看网络 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他回答说 其实我们已经占领了 所以就不必要去计较 那些文字上的东西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 全魔鬼就对了 其实以前 我们没有网络的资料 通过去查这些 和约的条文 所以去用篇和武术 古代的人都说 日本已经交给中华民国了 所以 中华民国有台湾领土的主权 现在查下去 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在查这些条约 就是刚刚 选了一个 民主长 交给我们 第一把钥匙 领土主权的 移转 一定要有条约的根据 我们现在在查这些条约 哪一条 哪一条 有相关的根据 所以我们现在查到 马关条约 夏关条约 秋季山和约 跟蔡先生出来 对吧 台北和约 应该是第二条吧 第二条还有什么 承认 一开始就什么 承认 承认什么 依照 1951年 9月8号 在美国旧新山 是签订之 对日合约 这是旧新山合约 第二条 日本业已放弃 对于 台湾春暴群岛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一切权力 权援 请求权 对吧 说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跟日本 签认这个会合约 就已经承认 说一年前 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和平和 所以不可能 日本 各种平和台湾 交给中华民国 不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白纸写黑字 这个是我们的证明 自理权 官理官 官理官 比如说你不常常在阁 说领土是天皇的 天皇将这个领土交给他的政府 收拾去管理 所以收拾可以放弃的 就是管理官而已 靈魂的主管 所有管座 他不能放棄 他沒有管理 所以在讀這個條文的時候 他也就要這樣了解 老師還有另外很多條文 從二年到英年 並進 我們華語漢字的很多文字 沒有錯 沒有錯 對 那個是沒有錯 但是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樣說 美國人用得很耀心 因為用他們的文字 他們可以耍他們的智慧 所以用一些禮 讓你看到的人吃爽 其實呢 你沒有得到什麼東西 所以他跟阿公的簽名什麼 幾個公報都一樣 所以 我們現在有這個機會 你們來這裡 要來了解 就是 就要了解 那個味道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不是太久的人 看到法律條文 有一點 有一點 無策 經過這種解釋之後 大家就很清楚 對吧 我們有了解之後 才記住 我們才有辦法跟別人說 說 證據在哪裡 社官條約 甚至你們自己可以去看 不相信的話 對不對 OK 走 現在 這個問題 我想不用問了 誰真正 擁有 台灣領土的主權 好 證據在哪裡 社官條約 對吧 OK 我們現在講到這裡 我們現在可以證明 用國際條約 我們已經證明出來 台灣的領土主權在哪裡 中華民國沒有 其他的國家也有 對吧 這邊是像日本天皇 到我目前為止 那就是這樣 對吧 怎麼會跳在這裡 OK 就是這個 好 現在我們 頭一個收集 用了 現在去第二機收集 第二機收集 是說什麼 占領不得一尊主權 占領不得一尊主權 現在來講 占領的問題 二次大戰 台灣是被哪一國 封鎖 封鎖 美國 為什麼呢 美國怎麼會把我們弄 我們如果沒有打 台灣的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對吧 所以美國才會打我們 你不知道 米利告的你們怎麼走過 我怎麼走過 我一直睡著 聽到米利告來 就走去軟的 米利告的 以前的 普通的房子 都沒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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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蚵 對嗎 都米的 米利告的 是嗎 現在知道 中華民國沒有我們的主權 就這樣怎麼會走來台灣 不是聯合國 沒有錯 沒有錯 對 因為 麥克阿瑟 一般命令的第一號 指派蔣介石 只有台灣而已 北尾十六度 以北的 中南半島 十六度 以北的中南半島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在哪裡 中國 現在就要中國接收日本的導航 但是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中國給他掛符 中國 但是 滿洲除外 萬洲 沒有讓島和島去接管 結果萬洲是給什麼 分給俄國 所以因為俄國去接收萬洲 萬洲那個時候 關東軍 日本的關東軍都在那裡 所以 俄國 那時候已經蘇聯了 蘇聯接受關東軍的武器之後 交給毛澤東 所以摩特東不是打贏 很快就 所以這個關係在這裡 不曉得大家 記不記得 好久好久以前 差不多十年十五年 那個 那個大哥 你不知道會記得嗎 年紀比較大的人 大家還記得 有一陣子 說有一些 在金山腳 就是中南半島那裡 的中國人 要走來跟中華民國要護照 他說他們也是中國人 那裡就是什麼 就是 那個時候 被蔣介石 派他去那裡 北尾十六度 以北的中南半島 去接收日本軍的大行 他們接收之後 老的也沒回來 因為那裡的生活比較好 對 所以大家 有幾歲 所以那些人 很老的 結果他們到那裡 沒有國籍 也沒有複照 你阿片賺得很多錢 可是你不能花那個錢 也沒有用 你要花錢 要到其他地方去旅遊 你不好好照 你要怎麼出去 所以那些人才會走來 把中華民國討 沒有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 酒街酒 給賣帥 派來 不是只有派來台灣而已 其他的地方也有 所以 其他的地方 他都要撤退 為什麼台灣不撤退 我們現在知道 台灣光復 那是一種 訪言嘛 這樣是不是 可以大家都了解 蔣介石不是來 光復台灣 他是來接收 日本的 導航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在這裡 再拿三張東西 讓大家看一看 證明他這個訪言 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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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過 我們現在注意一下 這裡 還有這裡 還有這邊也有 三隻旗子 都是美國國旗 他這什麼 台灣共和 會比較好 中國戰區 那時候 賣帥是 說 你到 中國 台灣 台灣 聽說 分開 中國 和台灣 和 中南半島的 戰區 三個戰區 不一樣 台灣 不是屬於 中國的戰區 他騙 我們台灣人 聽說 中國 中國戰區 台灣省 他這樣 這樣跟我們騙 現在還有一張 這張 彩色會比較漂亮 結果 大家再看看 這裡是不是有美國國旗 這裡是不是有美國國旗 他剛才上面有一次 這個牌路跟 剛才那個黑白看起來一樣 不一樣 在哪裡 在這裡 現在已經開罪中山堂了 古早 日本時代有 公會場 這張是什麼時候 大家去看網站 找到 這張我就是在網站找出來 這就是 慶祝台灣光復 五十周年 還是 1995年 你想想看 五十年後 中華民國 跟 中國國民黨 都不記得 美國的 運情 還把美國旗子炒掉 只有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這可以證明 這可以證明 對不對 五十年前 到五十年後 他們都不便 他們都知道 他們來台灣 是就要感謝什麼人 對不對 還是最近一張 上面插什麼旗 也是又插美國旗 1995年 那種沒有忘記 現在馬國沒有忘記 現在馬國還會記 說美國 是他們老闆 像台灣 台灣人跟台灣的媒體 沒有那補 所以只看這三年多 大家也知道 台灣不是被光復 台灣是被占領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即使是被占領 所以 占領不移轉主權 這個會印證 秘書長的發現 OK 再來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拿第三基 收拾 再來開 台灣國際法 地位 的問數 第三個就是 說到 流氓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我們現在來證明 流氓政府 請問大家 舊金山合約第六條規定 合約生效後 九十天內 門軍都要撤離佔領區 台灣是佔領區 誰允許 蔣介石和他的部隊 可以繼續留在台灣 大家知道嗎 什麼人 美國 是怎樣 是怎樣 美國怎麼可以穩住 對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 大家再聯想一下 不是防空政策 他本來就是 在台灣 有一個 那個 佔領軍 佔領軍政府 對不對 不要衰 叫他來 那是1945年的時候 大家記得 1949年是什麼時候 沒有啊 沒有在家 這而已 對啊 對啊 所以他沒有在家 對啊 還有什麼 1950年 六月 寒暫爆發 所以美國 他也怕說我們台灣 去莫特東 唱 所以他在台灣 也要保護台灣 那時候 那時候的 杜魯門 有一個 原則 說只要是 反對共產黨的 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 中間他就去 他反對 毛澤東 所以他當然是 美國人的朋友 所以美國人 這麼穩穩 他繼續 跟我們堂下去 我們派文 築到 那個 世界的局勢 再來 但是 我們知道說 美國要穩穩 他 美國怎麼可以穩穩 他 主要帶領選口 在什麼條約規定 沒有錯 第一條 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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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印尼 馬克拉莎 那個時候 原來 一般命令一號 是叫 澳洲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一個總軍 不去接 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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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沒有記錯 的時候 接著 英國的總軍去接 他們接了後 究竟在合約 生效九十天之後 全部都撤回 對不對 南米雲所有的 南米雲的地方 以前都日本兵 打贏之後 在那後 占領的 前線 去給其他的人 接受澳大 但是結果 你看 印尼 泰國 也是回合他們的主管 那些佔領軍 門軍 都要撤退 像我們澳大人比較少 佔領軍沒有撤退 繼續給我們賣下去 這個賣 當然 有些歷史演變的問題 我們對這裡 慢慢慢慢 就可以了解 台灣問題在哪裡 要怎麼樣解決 現在再來 請你太太的全名叫什麼 大家知道嗎 應該 對啊 說自己也是什麼人 指的是誰 蔣介石 中華民國 那為什麼呢 是怎樣 引起流亡政府 剛才就說了 對啊 他的領土已經 失去了 他 他 離開他的領土 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對啊 他就不會回去 他就要回去 他就要回去 對吧 所以 我們如果知道這個 他後 如果說 部長在誰 中國台北 還是中華台北 還是中國台北 我們就可以跟幾歲了 那個都是錯誤 真正的 名稱 是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對吧 我們現在 知道說台灣 是被占領 中華民國 是一個流亡政府 住在我們這裡 台灣這個土地 就不是他的 所以 他不能點 台灣這個領土上面 就地合法 這個很簡單 大家都會了解 對吧 所以我們也印證 民事長 那個第三把鑰匙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OK 你們現在都知道 我現在 拿一粒 湯 給大家吃甜 現在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 也沒有台灣的主管 中華人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不可能拿我們台灣 所以 大家會記得 沒多久以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要求人 你要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要跟加拿大建交的時候 他也要求加拿大 所以要承認這一點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告訴我 加拿大怎麼樣給他回應 請你拿一句好嗎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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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求人命 所以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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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 遺産 這是 龍馬法 台灣人 台灣人 都要求人 你 要求人 或者 如果 他們要求人 他們要求人 你去看 台灣人 總統 我只會的 你要叫我 先念說台灣是你的還是什麼人的 這個不符合羅馬法 也不符合現代的國際法 所以只會一句就洗得清清清 第二句什麼人要來討 用中文 你也可以 法語 要不要 你看得到 對啊 第二句 沒有任何 任何國際法理論史使用加拿大有權利來承認後續有這種意義 承認與它不任何關係的台灣的支持 中國要求加拿大做這樣的事情的情況是好沒有道理的 謝謝 還有 還有在講什麼 國語嗎 國語嗎 好 沒有任何國際法理論史加拿大有這種權利的承認 或是有義務 承認與它無任何的關係的台灣的主權歸屬 中國他要求我們加拿大有這種承認 毫無道理的 謝謝 謝謝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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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屬心 現在 有一個實踐的 這個法律邏輯 我們都可以了解 沒有任何的國際法 規定加拿大 對台灣有什麼權利和義務 加拿大我們就要講 所以講清楚 還是第三句 即使加拿大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實際上並無任何法律效果或意義 因為加拿大國民要進入台灣 拿北京政權所發簽證根本無效 還是要向台灣當局申請簽證 承認其對台灣實效統治 這等於是立刻又以具體行為 否認台灣是中國的 大家有看到嗎 也有聽到 他說加拿大人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結果加拿大的人還是他的飛機 如果要來台灣 我們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簽證 怎麼可以進來 不可以進來 不可以進來 他實際成立說 是 現在說不可以 不就自己打自己的水杯 今天大家還要再說一遍 法律邏輯 現在越來越出秘 第四條 下面要不要打 加拿大 諾在國際條約中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依條約必須履行原理 加拿大勢必派兵攻占台灣 否則把台灣交給中國 以履行條約 這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 對嗎 現在 像大家民主制的努江府 人家會遵守國際法 如果你在國際法上頭 那是建交 要競交的時候 信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像大家為了遵守國際條約 他是不是要派兵來台灣 將台灣拿給中國 不可能的事 像台灣也不會做這種事 所以 中國會叫他這樣做 很趣 現在看 第五條 來 下面要打 台灣如果的確屬於中國 則北京政權又何必要求各國承認 譬如海南島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根本不必要求他國承認 反之台灣若非中國領土 中國即使到處要求他國承認 實際上也沒有國際法效果 如果台灣有爭分的領土 中國也應該去找該領土有關 當事國交涉及承認 才有國際法效果 強迫 無關的第三國承認 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大家看到這個五條的理由 這是很簡單的理由 但是 這個手法很大 說服力很強 對不對 非常簡單的道理 所以 你不講法理 你不講法律邏輯 在全世界 說不通 所以 大家 回去也可以去查 自從加拿大 用這個方式回答 中共的要求之後 中間 不敢再去叫人說 你要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他還要求 他如果要去跟他搖油 他如果要去跟他搖油 他可能會再說一次 說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你還說呢 對吧 所以你去看看 像大家那樣清楚 跟阿強的講話清楚 這生平我們也就要清楚 理由不是很深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 非常的邏輯 正常的嘗試 就可以判斷這個是對的 還是錯的 所以 我們在研究這個法理 要了解法理 道理就是在這裡 我們要用這種方式 來對付那一些 專門欺騙人的 專門 用不正當手段 做不正當的要求 這些原因在這裡 所以大家看 這麼簡單的東西 效果那麼好 一目了然 我們聽到媽媽 可以了解 很正確 對 講法 是你的東西 你不要叫別人承認 也是你的嘛 不是你的 你一直叫別人承認 說是你的 不可能 對嗎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台灣不是中國的 所以 中國怎麼說 都跟我們無關聯 他們都無理由 也無關聯 替台灣 這點 這點我們就要感謝 感謝 必須 他切出這三個收拾出來 讓我們可以 改破 台灣國際地位的問題 這點就是 我們大家來這裡 要學的 要了解 現在了解之後 請大家 回去 對 你看 說明 讓其他人知道 讓其他人了解 越多人了解 越好 怎麼不可以了解的人 沒關係 他要做中國人 他去做中國人 我們不求他 不強求他 台灣本來人口也太多了 少一些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OK 原則上 這個時候實在是 很不好的時間 剩下半個小時 本來還有一個動作 要請大家幫忙 可是半個小時 可能時間沒有辦法 乾脆 我就把下面幾個問題 再提出來 下面這幾個問題 比較難一點 大家可以慢慢思考 然後去了解 我們剛剛 那 一應提起說 秘書長發現的這個 三個發理原則 領土主權的改變 應有 國際條約 怎麼說 國際條約 那個是錯字 不是國際誤約 為依據 二 佔領不得 移轉主權 三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你知道嗎 這個是對台灣有用 為什麼有用呢 請大家 考慮一下 有沒有辦法 舉台灣以外的 其他 國際實力 來證明 這三項 法理 準則 的 適用性 有什麼人知道 你知道 以色列占領 敘利亞的格蘭高地 目前 以色列占領敘 敘利亞的格蘭高地 以色列要求美國 讓他併回他的領土 因為他對他那個 耶路撒冷 跟那個 他現在首都叫做 王紀 很重要 因為他那大砲都會打到那邊 所以 以色列一直要求美國 美國說不行 對啊 那個也是一個 那個什麼 台灣以外的 國際上一個 例子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以色列時 六日戰爭的時 一段 剛降的 不好意思 沒有那個 以色列的地圖 不過 大家如果關心 那個 國際消息的時候 可以看到 以色列的地圖 它是中間 凹下去 兩邊都缺少一塊 所以六日戰爭的時候 就把這兩邊 這兩塊 把它佔領 結果也是去 聯合國 給它探 你這個是戰爭 而佔領的領土 你要歸還 這是六日戰爭的時 那很早 1967年吧 最近 最近有沒有 巴勒斯坦跟那個一樣 就是在中東戰爭的時 最久的 不是 伊拉克 阿富汗 阿富汗 也是門軍 去打 打贏 有了戰爭 現在開始在 拆拆了 對吧 條約 國際條約 轉變領土的主權 除了台灣這幾個 下官條約 舊金山合約 日法合約 以外 我們還可以舉 哪一些條約 來證明 領土的主權 移轉 要根據國際條約 有人知道嗎 我們跟 米國很有關係 所以可以拿米國 一些 美國 勒出來講 大家知道 阿拉斯加是不是美國的 對啊 所以 美國向 俄國 買阿拉斯加 所以也是要跟俄國 審一買賣契約 那些就證明 那些就證明 根據那個支援 美國不知道 從阿拉斯加 可以拿起來 你們 頂這口 有聽到嗎 我們覺得還有管理的 這時候怎麼沒有呢 對吧 這時候只可以開始欠錢而已 我來頂這口 副主席不是在說 對啊 那是 那是 墨西哥 美國跟 墨西哥 戰爭的時候 什麼德州 新墨西哥 甚至 加利福尼亞 都也是去跟 贏 跟 來 跟我們太平洋 比較接近的 美國的領土 夏威夷不是 關島 葡萄 葡萄 跟菲律賓 跟古巴 美國跟西班牙 戰爭的時候 西班牙簽了 巴黎合約 把 關島 葡萄 還有 菲律賓 隔浪在美國 古巴 放棄 古巴 對吧 那也是都 教育的規定 所以今天 我們 座位去馬上 就可以去關島 去那一禮拜 差不多 不用15000 關島 應該有一個首相 應該有一個內閣 對 那是總統 就是在關關島 但是他們關島的人 不能到美國總統的選舉 他們是美國國民 但是不是美國公民 所以他們只會 點他們的關島 到他們的總理的選舉 他們可以自己選自己的總理 他們可以自己選自己的總理 所以跟我們接軍的 十分之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要證明 讓他們知道 國際條約 就用在這些地方 所以 我們 台灣領土主權的確定 當然可以用國際條約 來做解釋 沒有錯 因為 前面已經有很多這種歷史 我們可以拿來做根據 對吧 那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大家都可以知道 除了台灣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 有一個例子 印度 西藏 對吧 這個 這個是最 最容易了解的地方 他也沒有辦法 達蘭阿媽也沒有辦法 在那裡印度 就地合法 上這個 副主席也有介紹 他說 那堂堆是做的 你要怎麼在那裡做就地合法 對吧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哪有可能在台灣 所以 什麼人家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他就是要騙人 對吧 OK 這樣 差不多了啦 主要這幾項 但是 當然是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知道的 那 走 你如何證明本土台湾人的身份 这间就要问 那间有 身经身份情就好了 对吗 现在来 本土台湾人 可以享受美国所谓的 免费谈的签证 计划 中国人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蔡先生 蔡先生 麻烦你 退我證明 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打 那个 AIT的网站 我现在叫他 踏 AIT的网站 你们大家回去 用来用来 照这个方法去查 AIT的网站出来 这是中文版的 蔡先生 你点上面 签证的地方 美国公民 外交 外交政策 还有 那就最旁边这个 看看有没有 签证 对啊 签证 在这里啦 这个地方 签证 好 你点那个签证 签证服务也可以 不行了 哪一个 签证计划 免签证计划 OK 这个吗 这个吗 这个这个 这样下去 OK 你现在 看网络 会看到这个 Esta 大家知道 你现在 蔡先生麻烦点 Esta 这个地方 是 OK 你没什么名 谁看的 这里 什么 来 就这样 就这样 什么是 旅行证件签计划 哪些人需要送出 你先试试看这个 免签计划 我如何申请 你先试试看这个 你现在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地方 说哪一些人可以享受 可以申请这个 我是不是同时 对啊 没有错 这一个 免签计划 为何需要付 那你先点上面这个好了 这个 试试看 这不能点 这不能点啊 对啊 那你再往下面看一看 对 我理性 诶 现在怎么会这样 如何 诶 你这个网站有点怪怪 应该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说明说 哪一些 哪些人 还是哪一些国家 可以申请 关于Esta 一般资料 什么事 OK 你从这里 等一等 什么事 是Esta OK 你先点这个看看 这只文字而已 他不能点 怎么不能点呢 奇怪 那你回不回来 回到原来的官网 用英文试试看 免签计划 不是 回到原来 英文版的 你改成英文版的 那我拉回来找一下 对啊 应该有那个啊 这这这 刚才在这 对对对 哪些旅客试用这个 这个program OK 麻烦你点这个 怎么会这样子 他应该有一个国家的名称嘛 那个表 哪一些旅客 那不是这个啊 你再回到刚刚那个 哪些旅客试用 OK 等一等 怎么会这样子呢 现在改了哦 哪些旅客 哪些旅客得试用 对啊 照顾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对的啊 他怎么没有写啊 国家 国家看看 这里什么 其实国家之国民 必须符合 这些条件 OK 那你继续再拉一下 这电脑跟不一样 申请 那不然反过来啦 你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 最开始 有那个Astar的地方 再回去 对啊 Astar 那个Astar Yap Astar资料 OK 然后再看看 哪些人 那如果 要申请的话 怎么样申请那个 如何申请Astar 这个呢 他只是这样说明 他只是这样说明 如果要申请的话呢 你再往下拉看看 再来 再来 他就是费用 对啊 不然你点 点那个地方好不好 Astar 点五号呢 费用有 如何 怎么会这样子呢 眼前正 谁 这边 这里 可不可以 也不行 没办法 那你回到原来那个官网好了 用英文版的试试看 你把它改成英文 这是中文版 你把它改成英文 什么用英文的 不对 那他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修给大家看 OK 然后 请你点这个Visa 这样 Visa Vivial Program 对不对 对吧 现在也是 招这个Astar 好 请你点这个Astar 点了以后 OK 现在 这个是英文版的 其实中文版 应该也一样 不过可以 让大家看 他教我们说 你要申请的话 他什么步骤 总共五个步骤 现在我们暂时 不管他 我们知道什么要申请 你先拉上去 拉上去 底下 这里就是Apply 如果要申请的话 我们就要点这个 好 麻烦你点一下 点这个Apply OK Key 你把点 那个Next 表现说 他写的规定 我们都了解了 好了 现在在这儿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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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country 在这儿 点这个 Which country OK 对不对 这张就出来了 我来找这张 你看看 这都在37个国家 人家走上去 我们大家看 有中国有 没有 但是有台湾 白纸写黑字 这证明 对不对 现在又来 我们看完这个了 回到刚刚那个 对 然后 What is 你现在说 Apply Who is required What are the task force required 现在 你又Q 会上去 现在 在这儿 现在 如何申请 怎么又走 呢 奇怪 今天电脑 会上去 很快 其实 其实 大家 有时间 回去 你们点这个网站 可以自己慢慢点 我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你们会 非常有趣的发现 刚刚已经看到 没有 中华民国 阿玛 没有 中国 现在 你开始申请的时候 他会问你 你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对吧 所以 我们在申请 台湾 政府 身份证 问题在那个地方 将来 美国如果 严格执行 他问你 你是出生在什么地方 那些流亡中国人 他说我出生在中国 踏下去 没通 就台湾 才可以 现在 他又问你 你的护照 是哪一国 花的 可是那个网站 上面写的 是台湾的 护照 所以 我们看那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确信 美国早晚 要发 护照给我们 因为 我们 拿到的 那里护照 不是台湾护照 所以将来 美国有一天 他严格执行 这个program的时候 他会发 台湾护照 给我们 不行 对吧 所以 由这 我们以外 的地图证明 我们走的那条路 是对的 申请 身份证 也是应该的 因为 如果没有那个身份证 美国人 就没有办法 判断 谁是 本土台湾人 谁是 流亡中国人 所以 他这个program 就给你 问得很清楚 你的护照 是哪一个国家 发的 你现在 住在哪里 你出生 在什么地方 那些 都没有中国 所以将来 都要听台湾 台湾 台湾 问题来了 金门马祖 他将来 有一天 他怎么填 他住在哪里 他不是住在台湾 对吧 是啊 所以 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前年年底 有一个国民党的立委 在媒体上爆料 他说 金门马祖的居民 去AIT 申请 美国 签证的时候 他们的国籍 被美国AIT 把它定位成 中国 他那时候去爆料 是说 你为什么没有写中华民国的意思 他在全部国民党的意思就是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 全都去美国把它澄清 因为台湾去申请的 我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申请过 有申请过的人 大家看都知道 我们的国籍 AIT 申请 TW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的 其实我们现在拿的这个步骤 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 没有错 但是里面的电脑条码 如果大家回去注意看 第二章 有相片的那一章 它的旁边有一个电脑的条码 你们回去可以看 那个电脑的条码里面 藏了三个字 TWN 就是台湾 就是台湾 因为国际上承认 用电脑刷的时候 他就一看 知道说我们是从台湾来 对啊 那个是没有错 对吧 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晓得 其实我们早就被 知道的人把我们定位 我们是台湾人 你看 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 对啊 那是表面看 但是电脑的条码一刷 没有啦 他现在是 中台湾目前 大部分 我还给你定位 这个是台湾护照 所以金门马祖的人 现在还可以拿到这一本 但是问题是将来 如果拿美 美国人醒了之后 说 我好像在那个免签的计划里面写的 只准台湾人来申请 中国人不能 那一天出现的时候 金门马祖的人 就不能用电脑去申请签证 他们还是要乖乖地跑到美国的单位 去面谈 去申请签证 所以我刚刚的目的就是在那里 要宣传我们的身份证 用途就在这里 大家现在看起来说 只有一张 paper而已 其实那张很重要 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用到 因为美国人自己已经都写得很清楚 他不可能违反自己的规定 套用一句 秘书长的话 如果他违反自己的规定 秘书长还要告他 对吧 所以 我们大家也会放心 好 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起讨论 请起立 走 学校休息 老咖永餐 声揭 来 也可以 糟孩 请起uka